小葛你也沒有跟人家相處過 每天在開直播這樣弄人家 失德啦 哎呀做點別的啦 挖人家的骨痕 小葛不要再這樣子了好不好 這個事情就這樣過去 要不然人家告訴你 來 這邊 好 中間 在中間 好 這樣好 請吃 有啊 那個 有啊 那個 哎呀 那個 那我就覺得 好啦 我有跟當事人講過 對啊 就說 身為一個藝人 你就認了吧 沒有關係 或者另外一個 學我也可以 不要認了 然後呢 一個人大戰五百酸 就OK 更不用說 只有那個誰啊 那個帥帥的那個狗仔叫什麼 蛤 蛤 蛤嘛 對不對 小葛啊 對啊 帥帥的 哎呀做點別的啦 挖人家的骨痕 真正認識汪小菲的人 小葛你也沒有跟人家相處過 每天在開直播這樣弄人家 失德啦 這樣失德 這樣不好 對不對 你也 蛤 蛤 蛤 撤告到我跟他講就不要告了啦 算了啦 叫小葛自己 自己那個 還是我跟那個 葛思琦講一下就好 對啊 沒事的啦 藝能界裡面大家溫暖嘛 對不對 人家剛失婚 那又要這樣子反正講成這個樣子 就是 交交女朋友或幹嘛 婚後的事情 這當然是不在話下嘛 就跟離了婚以後 人家會再去結婚幹嘛 都應該要給予祝福 那個是小葛一直都跟憲哥熟宿 他是不是 沒啦 他就打電話 這個例行性的朋友嘛 偶爾就打電話 問一下 剛好聊到這樣 要拍久 對 有啊 因為有電話 然後他來 這個狀態改善 我一開始還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 小葛不要再這樣子了 好不好 這個事情就這樣過去 要不然人家告訴你 他很無奈嘛 他說幹嘛一直朝著他打呢 對啊 好像是昨天通的話嘛 那我是安慰他啦 我是跟他講 我說 狀態是這樣 那請那個 小葛你不要再扯了啦 小葛 所以我一直告訴他 可以怎麼處理 或怎麼樣 這樣子 好嗎 他前面我們已經講完電話了 講完電話 然後我告訴他 後面該怎麼做 對不對 啊他人不錯啊 對啊 汪小飛人不錯 他們婚姻跟我無關 好不好 那 金鐘獎 金鐘獎 今年恐怕真的沒有空 因為他又把他 很傻 把他拉成兩天 怎麼會那麼傻的呢 好傻喔 傻到我們沒有時間 就沒有辦法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戲劇跟綜藝 你幹嘛把它分開咧 傻啊 那喜歡綜藝的人 你就不喜歡戲劇啊 便宜藝